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唯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相爱的恋人步入婚姻殿堂 建立温馨美满的家庭 是所有年轻人对婚姻生活的美好期盼 然而现实并不如人意 公主与王子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只有童话书里才有 柴米油盐嘻笑怒骂才是夫妻生活的真实点滴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夫妻间吵架的那点事 家是每个人栖息的港湾 家里有欢笑 有争吵 有误会 有委屈 有欢爱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家里的妹点事 有首歌唱到相爱容易相处太难 居家过日子 夫妻之间免不了磕磕碰碰 吵架伴嘴也成了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可以说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再恩爱的夫妻也有脸红耳赤的时刻 吵架如何做到既不能伤感情 还要在争吵中增进了解 越吵越相爱 这可是需要相当高的智慧 夫妻间需要一种糊涂的爱 这种爱不计较得失 也不把对方的缺点扩大化 糊涂的爱是夫妻间和谐相处的一种境界 更是双方相互理解体贴对方的一种表现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狐狸有狐独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出 忘不了的一幕一幕 全留不住往日的温度 一年终地惹人忽悟 是真是假 是天还是空 这就是爱 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 人心里糊里糊涂 这就是爱 能抛弃人间的脆弱 这就是爱 仍保持着糊涂的温度 这就是爱 人心里糊里糊涂 这就是爱 能脱弃人间的脆弱 这就是爱 再来也不觉得苦 这就是爱 再来也不觉得苦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巨头 夫妻不闹不吵 不成老少 只有双方能够相互体谅 互相理解 偶尔的小吵小闹 不仅能够增进感情 达到侄子之手 与子邪闹的境界 也能成为婚姻生活中 最浪漫的事 我的名字叫金珠 没错 他的名字叫龚汉林 没错 我们是一对夫妻 没错 我们一起生活快三十年了 错了 应该说我们一起凑活快三十年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又错了 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 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你不幸福 您让大家看看 我这模样 像是一直生活很幸福的人吗 我纯粹就是一个被压迫 被奴役 被摧残的标本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就不忍了 好啊 来吧 让暴风雨 不 让吵架来得更猛烈些吧 君子动口不动手 真动起手来我打不过他 你看看 无论平方面积 平方体积 大我一号 他要是一动手 打我跟掐童子鸡一样 我现在都没弄明白 当初我是千挑万选 我都纳闷 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看上我了 那你是应该最清楚的 咱们俩同一次见面 你就向我表白了吗 什么这个有钱的花心 有权的蛮横 胖子还爱得心脏病 对 所以我就嫁给你这个 没钱没权又没肉的 你闭嘴 现在该我声讨你了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 金珠这个女同志 结婚之前 结婚之后 简直是判若两人 我 你变化太大了 我怎么变化了 他怎么变化了 大家不知道啊 结婚之前 我要陪他逛商店 我要给他买一条裙子 他能给我买两套西装 可是结完婚之后呢 我再陪他逛商店 我都给他买了三条裙子了 他 才给我买一裤头 你少说我 朋友们 什么呢 古汉林这个人 婚前婚后变化更大 我哪变了 结婚前 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也就这么大一小盒 可打开一看 哇塞 赚戒呀 亏你还记得 可结婚后 他送我的生日礼物 经常是这么大一方 可打开一看 不是棉花糖 就是爆米花 那那就不错了 结婚前你见了我 那儿跟我叫什么 啊 亲爱的 可结了婚之后 他就叫我老爷们了 等有了孩子 叫我孩子 他爹 现如今 他张嘴就叫我老糟头的 我哪糟了 你也好不到哪去 结婚前 他叫我小宝贝 结婚后 他叫我老婆子 有了孩子 他叫我 孩子他妈 现如今他叫我老娘们 那那就不错了 隔壁张大爷跟着老伴 还叫老不死的呢 太不像话了 你更不像话 看我看得太严了 每次我跟朋友聚会回到家 他都拿着显微镜 检查我 我是看看你身上 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也该找我那回倒霉 真让他查出了一根金色的长毛 朋友们 这不管着点行吗 就那根金发 足有这么长 可我当时就向谁解释了 我说老婆 这绝对不是女人的头发 可她不信 非要去找她大舅 我大舅 在医学院工作 她大舅经过严格的化验 最后得出结论 哎呀 这个绝对不是 人类的毛发 最后呢 她还不信 要去找她二舅 我二舅 在动物研究所工作 她二舅经过化验呢 也得出结论了 哎呀 这个也绝对不是动物的毛发 当时我也纳闷啊 她不会抱着金丝猴 唱一晚上吧 最后 她找到她三舅 我三舅 在植物研究所工作 她三舅 经过严格的化验 最后得出结论 真相终于大白了天下呀 破了案了 哎呀 原来这是一根玉米虚子 哎呀 这个两口子 吵吵吵架 拌拌拌嘴 其实很正常 我呀 跟你吵架都不是真的 因为我心里还装着你 爱着你 所以我才让着你 老公 我也希望你能明白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把你看得很牢靠啊 你看看 你早这么说 我不就早明白了吗 这日子过到今天 我就更明白了 要说呀 人家谈情说爱 那是年轻人的浪漫 咱们这岁数的浪漫 那就是吵架伴嘴 哎 不光是吵架伴嘴啊 这畅想和回忆 也是咱们的浪漫 春节回家过年 是每个中国人心中 最朴实的愿望 但对于刚结婚的 80后独生子女们来说 回谁家过年 就成了比较头疼的问题 回婆家 还是回娘家呢 这个问题啊 要是解决不好 就会成为家庭矛盾的 导火线 这不 这对小夫妻 就是为了回谁家过年 吵了起来 我告诉你张大国 去年前年 我都跟你回了上海过年 今天你必须 跟我回北京过年 小家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们老家有这个风俗 前三年必须跟我回上海 这叫三阳开拍 你小来了你 我们两个结婚三年了 我们家那么多亲戚 都没见过你 张大国 你要是爱我 把他给我退掉 今年你要是跟我回上海 以后三年 我都给你回北京 你把票退了 你个骗子你 谁是骗子 谁是骗子 你结婚以前是怎么跟人家说的 你说结了婚以后 每年过年 咱要轮流作庄 不偏不像 今年男家 明年你家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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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没错呀 今年我家 明年你家嘛 不可以 来来来 你注意点卫生好吧 你都出到我苍蝇了 你干什么 你 小家 你太过分了你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逼我出狠招 你怎么样 我 我出去了 我 你真 对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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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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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是故意的 这 今年回不了北京了 哎 你别让我上海 哎 哎 哎 你 小家 你是想拆火啊你啊 拆火就拆火 各回各家 各照各马 哎呦我的票呀 你还哭你 好了别哭了 哎 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说我们一个从南一个从北 一块到这里来工作啊 现在房子也买好了 车子也快了 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可怎么一到过年这个坎儿你是 你是过不去了的 哎 张大国 你爱我吗 啊 你还爱我吗 爱啊 哎 哎 妈 今年我们不能回来过年了 你自己都保证身体啊 你 你想通了 哎 哎呀 太意外了 老婆你看刚才是我不对啊 我做的太过分了 你 我这个电话啊 嫌弃啊 嫌弃啊 哎 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啊 谁说我们不回来 陈小佳 你刚才给我妈打电话呀 哎 哎 妈 大国已经说了 今天我们肯定回北京来过年啊 谁说回北京 我就不回去 我就不回去 太免贴的跟我妈说了 那说说说 你先跟我妈讲事情 我干嘛又说你 好嘞 好嘞 大伯呀 妈听起来的 你们一定是在为今年回谁家过年为难 对吧 妈 呃 呃 又是佳佳今年啊 真的想你回他家 你就去 哦 告诉佳佳啊 工作再忙 也要注意身体 你们俩和睦是第一 佳佳佳 佳佳 要是大国 今年还想让你回他家 你就去吧 哎 千万千万别和大国赌气啊 妈这边 你别惦记 妈 想你 妈 我想你 老婆 今年 我陪你回北京 不 还是我陪你回上海 不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 父母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家里有熟悉的句句唠叨声 家里有久违的屡屡饭香 回家的感觉真好 老板不停地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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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逃不开工作 表做完了又来了 怎样也摔不掉 回家感觉真好 别管是说纷扰 把一层间的面罩 忙和累的大脑 都往热水里逃 让每一颗时代 装掉开闹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每一转一瓦 用爱创造 家里人的微笑 是我的财宝 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怎样 双手用为家人而出走 多么拥有那么骄傲 你为我把饭烧 我为你打烧 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每一转一瓦 用爱创造 家里人的微笑 是我的财宝 能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双手用为家人而出走 多么拥有那么骄傲 你为我把饭烧 我为你打烧 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在中国老百姓的观念里 房子是家的象征 有了房子才算真正拥有了家 而现如今 居高不下的房价让许多家庭望房兴叹 房子成了生活中最大的负担 多少家庭因为它时常发生争吵 这日子没法过了 习惯就好了 习惯就好了 人家也是嫁大夫 我也是嫁大夫 你开个诊所 一三五半价 二四六一阵 你是当自己是白求恩 是吧 我看有可能 有可能 你让我跟儿子挤在这十平米的房子里 你当我跟儿子是小鸟了 我看有可能 有可能 我要跟你离婚 我看有 离婚 孩子这么大了 你说离婚 总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我才这么说 你要大伙看看 咱儿子刚三岁 就长这么大了 再大一点 这个房子都住不下了 我说媳妇啊 你再渐渐飞 还能长 你说什么 你别耽误孩子做作业啊 你不回来 你再说一遍 哎呀 总是吵架 我一做作业就吵架 这个 同学小命啊 送了我这么一个月光宝盒 说能够回到过去 我来试验一下啊 薄肉 薄龙咪 没用啊 这肯定是个假的 这一次没拍过了呀 习惯就好了呀 习惯就好了 人家也是假大夫 我也是假大夫 你开个诊所 一三五半加二四六一枕 你当自己是白球人呢 我看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你让我跟儿子住在这十平米的房子里 你当我跟儿子是小鸟嘞 我看有可能 有可能 我要跟你离婚 我看有可能 我看有可能 你不是 你不是 有这个期望啊 那个 街坊邻居都盼着这一天啊 那个小兔崽子 你说这个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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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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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手难牵 十年修得同传独 千年修得共振面 青儿 青儿快来呀 来啦 青儿长得越来越 洛洛大方了 我再做面膜呢 青儿快看 断桥上那位公子 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好像是个大夫 是吗 青儿 嗯 不知道 他是不是我要找的人 不如你拿玉方宝盒 帮我看一眼啊 好 我看看他的前生 是什么 波尔波罗蜜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我 波尔波罗蜜 马帅 说下来吧 我就不信 我找不到我心爱的人 波尔路 波尔波罗蜜 有病吗 有病 有病 找我来看 你是个大夫 你不是就喜欢大夫吗 我还喜欢西医大夫 你为什么要喜欢西医大夫 你忘了吗 咱俩刚从蛇 退化成人 这两条甲枝 不得找人维修一下啊 你发展性眼光啊 看来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 他的人品如何 这个好办 我来试验一下 哎呀 谁的钱掉了 哎呀 谁的钱掉了 哭呀 这是谁的钱呢 谁的钱 这是谁的钱 哈哈哈哈 小姐 小姐 是 美女 刚才剪刀五十块钱 这五十块钱 是不是你的 我借过来呀 看了看了 招了招啊 又瞧了瞧啊 这钱他不是我的 当时两人的手 只相差零点零一公分 在四分之一炷香过后 吟完一首诗 他们两人将会 彻底的爱上对方 小姐 大海呀 都是水 辣椒啊 真辣醉 蜘蛛啊 全是腿 姑娘啊 这辈子我认识你的 也不好悔 山外青山楼外楼 公子身体壮如牛 春风吹的人心醉 剪刀官人 恩真开胃 杨子 官员 不如 我们把这个钱 淹一半吧 那不行啊 那怎么办 淹一半干嘛呀 那这样 不如我们拿他租一个 十平米的房子 别逗了 现在的房价这么贵 根本不 今晚我们再送上 然后咱俩结婚 你愿意吗 我同意 我同意 傻海 八哥 八哥 许仙 你是人他是妖 你们的结合 那就是人妖 所以白树真 今天我要收了你 八哥 我求你了 只要你不收我的娘子 我发誓 下辈子还做大夫 而且 一三五一展 二四六半价 官员 那周日呢 周日 我还得看 中国文艺呢 对 那也不行 白树真 我还是要收了你 官员 燕子 官员 让我追回烟 看看咱的儿子 儿子 你还没生呢 Sorry 我忘了 官员 如果有来世 哪怕跟你只住十平米的房子 我也愿意 就十平米你也愿意吗 我愿意 太感动了 你快收吧 对对对 白树真 我要收了你 老公 老婆 咦呀 你上辈子是许贤呢 你上辈子是白树真呢 咱俩八爷吵架了 这么有缘 咱就和和学习的过日子呗 这是 方不在小 有床就行 咱俩 那日子咧 儿子没出生呀 生啊 生在哪 都三岁了 对生了呀 生在哪儿呢 儿子呢 你是谁呀 对不起呀 我没边回来呀 你们俩玩吧 我先走了 多少人在城市里不停奔波 只为了实现他们小小的梦想 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蜗牛的家 你妈妈的高楼大厦 找不到我的家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 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 努力往上爬 却永永远远的跟不上 非常地放假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我牛的家 能当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我牛的家 能当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我牛的家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我牛的家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我牛的家 能当风遮雨的地方 能当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只是小小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我牛的家 不必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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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牛的家